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如果問其90年代最知名的日本女星是誰 恐怕很多人都會說是酒精髮子 但如果問到70年代、80年代最知名的日本女星是誰 相信山口百會是大家心中的第一人選 曾經有這麼一句話 美國有孟娜 日本有山口百會 由此可見 當時她在演藝圈的地位與影響力 2002年的時候 她在接受採訪時還說 我是楊貴妃的後代 據說 她的家族是明末一個叫做楊明舟的人傳下來的 楊明舟遭遇颱風在海上漂流28天後到達琉球 在那裡成家立業 才有了現在的山口家族 80年代 山口百會紅遍了亞洲 許多人愛看她主演的電視劇《血儀》 模仿她劇中的穿衣風格和髮型 然而 正在她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 卻突然宣布退出娛樂圈 和男星三友普和結婚 讓日本演藝界大為震驚 1959年1月17日 山口百會出生於日本京都 13歲那年 正在上初二的她參加了娛樂節目《歌星誕生》 憑藉曲《旋轉木馬》獲得第二名 被十幾家公司同時舉牌 從此出道成為日本偶像歌星 出道初期 山口百會就遭受了很多非議 她在演唱《青色的果實》時 因為第一句歌詞是 如果是你的希望 我經受什麼都行 就受到了許多人的攻擊 說她未成年就唱這樣低級趣味的歌 甚至還說她唱這種歌出不了什麼名 最後還給她扣上了不良少女的帽子 16歲的時候 她經歷了一場官司 起因是一家日本雜誌造謠她和某個男星有不正當關係 在法庭上 對方辯護律師對她進行百般劫難和羞辱 彼時的她 儘管年紀上小 卻表現出了難以想像的成熟和穩重 給予了對方強力回擊 最終贏得了官司的勝利 除了要面對流言蜚語 身邊的親人也不讓她省心 這個人就是她父親 因為她爸媽並沒有結婚 母親是單親媽媽 父親另有妻子和兒女 所以她是一個私生女 父親始亂中氣 不管他們母女 對自己的兩個女兒僅在戶口簿上標注了承認兩個字 她拒絕支付撫養費和學費 這個家全靠母親做手工活之稱 以至於母親不得不帶著她和妹妹三番五次的搬家尋找生計 更過分的是 在她上中學後 父親看她的目光不再單純 而是充滿了惡意 就像在看自己佔有的女人一樣 有一天 她攔住剛回家的山口百惠說 別以為你上了中學就可以談男朋友 只要我發現你和男的走在一起 看我不揍扁了你 這段經歷成為了她心靈上永遠都抹不掉的污痕 在山口百惠進入演藝圈後 父親經常厚著臉皮來要錢 近乎勒索 還多次找她的公司借錢 擅自將她轉籤到其他公司 私吞轉移費 為了博取同情 她在病房裡開記者會 痛斥山口百惠的種種不適 還說要爭奪她的撫養權 對於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又無恥的男人 她只能無奈地給了一大筆錢 徹底斬斷了婦女關係 這樣才算擺脫了這個生命當中最大的陰影 幸運的是 在這種內外交音 徬徨無助的情況下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友 三浦友和出現了 第一次和三浦友和見面時 她才15歲 稚氣的臉上帶著燦爛無比的笑容 當時她已經出了兩張唱片 小有名氣 三浦友和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演員 前途很迷茫 初次見面時 三浦友和對她的印象不錯 認為她沒有其他女性的優越感和傲氣 很好接近 只是她對三浦友和的印象卻不太好 認為她不愛搭理人 挺討厭的感覺 那時的三浦友和正處在低谷之際 追求音樂夢想 遇到挫折 成為演員卻不喜歡這個職業 和父母的關係也很緊張 兩人的第一次合作是拍攝電視廣告 結果金童玉女的情侶形象大受觀眾喜愛 後來兩人又合作拍了電影《衣鬥的舞女》 這次合作讓他們開始朝夕相處 彼此關照 並互相留下了好印象 山口百惠後來說 三浦友和讓我覺得猶如清風浮面般的美好 我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一個迄今為止 絕對沒有遇到過的世界 隨後的六年時間裡 他們一起拍電視廣告 連續劇 每年以合作兩部電影的速度 相繼拍攝了《潮騷》 《初戀時代》等電影 他們共同出演的電影和電視劇 轟遍了整個東南亞 金童玉女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兩人更是被譽為螢幕上最合拍的搭檔 最浪漫的戀人 他們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一起 俊男美女朝夕相處 每一天都好像在約會 戲中他們默契十足 株連閉合 戲外他們也親親我我 深情相許 三浦友和在《回憶錄》中說 平時見到她 我也會被她天真爛漫的稚氣迷住 只是 當時兩人的這種戀人關係一直被深深地隱藏著 連神通廣大的媒體都沒有發現蛛絲馬跡 直到1979年1月 山口百會 三浦友和兩人到夏威夷拍攝廣告 在那裡 山浦友和向山口百會求婚 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這一年她20歲 她說 要是結了婚 我就不工作了 這個決定讓山浦友和很震驚 她以為山口百會會繼續工作下去 也願意支持她的工作 因為當時正是她如日中天的時代 無論是唱歌還是演戲 她的才能正在全面綻放 接下來肯定會有一個輝煌的前程 面對山口百會堅定不移的愛和毫無保留的信任 三浦友和考慮再三 最後鄭重地對她說:「好 我明白了!」 1980年10月5日 山口百會在日本舞蹈館向數萬熱情歌迷和影迷告別 讓在場的觀眾無不扼腕嘆息 許多媒體對她隱退的消息大肆報導 收集觀眾的評論 有祝福亦有惡語 甚至有觀眾說:「都是因為你 婦女地位又倒退到十年前了!」 還有許多影迷把氣撒到三浦友和的頭上 媒體從早到晚盯著她 在她公寓的大樓屋頂上 經常藏著三四個攝影師 監視他們的出入 希望找出她的失誤和不檢點 好證明她配不上山口百會 1981年11月19日 在山口百會宣布退出娛樂圈後一年 兩人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全日本50多家媒體 還有她的上千名粉絲 見證了整個婚禮的過程 令人意外的是 婚後 三浦友和的事業陷入低谷 沒有了山口百會 也就沒有了金銅玉女的光環 觀眾並不接受她單飛的形象 這時 山口百會拍攝的《血夷》正在國外熱播 她飾演的大倒性子 一席學生裝 淺淺的笑容 吸引了眾多觀眾 劇中 性子和光夫之間的曲折戀情也牽動了無數觀眾的心 當時她在劇中穿的那件短上衣 被觀眾稱為性子衫 在上個世紀80年代非常流行 街上的時髦青年幾乎都穿著這款性子衫 許多女生還模仿她做了性子頭的髮型 可是 許多觀眾不知道 血夷在國外熱映的時候 她已經告別娛樂圈四年 還有了一個三歲的兒子 其實 三婆有何的出現 讓她從小受盡屈辱和傷害 心中渴望有溫暖家庭的山口百會 倍感溫暖 而三婆有何又比她大七歲 對缺乏父愛的她來說 正是一父一兄的角色 她曾說 之所以退出 是因為在21年的人生當中 第一次遇到值得我珍惜的人 那就是三婆有何 婚後 兩人的生活並沒有平靜下來 巨星的光環一直讓他們生活在窺探 跟蹤 偷拍 甚至騷擾當中 第一個孩子出生前 有媒體願意出一億日元的高價 購買孩子的一張照片 但被夫妻二人拒絕了 甚至在她抱著孩子去醫院打預防針的時候 也經常被幾十名記者瘋狂圍堵 連婆婆想牽著孫子散步 都會被記者堵在家門口 更可怕的是 有一位歌迷對她過於痴迷 竟然闖進了他們的私宅 想要一親方澤 無良的媒體和瘋狂的粉絲 使他們更加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雖然山口百會想要安靜的生活 但是日本的娛樂記者還是不放過她 她外出扔垃圾 購物都會被偷拍下來放在雜誌上 有記者還曾偷拍到一張她發福的照片 哀嘆她甘願淪為體態臃腫的家庭主婦 是種墮落 但對於這一切 她從來不為所動 她說 我認為婦女的自立是她活在世上 能夠深深懂得什麼最寶貴 她可以是工作 可以是家庭 我絕不以為非得到社會上活動才能算作自立 山口百會想要的生活 其實就是一帆一輸 相夫教子 就這麼簡單 幾十年來 她始終無悔自己的選擇 到了2008年 她的兒子出道轟動一時 可惜最終雷聲大 雨點響 山口百會也沒有借助自己的名氣讓兒子出道成名 不管媒體怎麼折騰 她早已決定做個賢妻良母 堅持每天5點半起床 為兩個孩子做便當 為家人洗衣做飯 她在自傳中說 我想做一個妻子 在丈夫外出時可以說一聲再見 在她回來的時候 可以對她說一聲 你回來了 我想讓心愛的人有一個安樂窩 如今已經結婚40年 她們依然恩愛如初 在慶祝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她們都會對彼此說 謝謝 今後也請多關照 在日本有劇《歌星紅兩年的名言》 這個法則對山口百會卻無效 而她之所以長勝不衰 魅力不減 是因為她把最輝煌的自己奉獻給了萬千歌迷 讓人們覺得 她就是日本美好年代的象徵 事到如今 已經62歲的山口百會 已經要做奶奶了 演藝圈中的名利 或許是許多藝人求而不得的東西 但對於她而言 卻始終低不過安穩的家庭生活 只能說人格有志 無法判斷對錯 況且她當年的螢幕形象 至今都是經典 對於她 唯有送上祝福 才是最好的懷念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 請so связnek拉 阿米 剛才的阿成鳶大吉 尼泳